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桑 哈喽大家好我是冰香 冰香啊你知道牛顿牛爵爷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吗 是他一辈子也没娶个媳妇 没要个孩子吗 哎我说冰香啊你怎么这么关心牛顿的私生活呀 牛顿呢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是他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还给出了公式 引力常数乘以两个物体的质量除以他们质心之间距离的平方 但是呢牛顿他到此也没办法完美的解释万有引力的这个力 到底是怎么传播的 传播媒介又是什么呢 不知道 而且要命的是啊 他临终也没有算出这个引力常数的数值到底是多少 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啊 爱因斯坦的广义销对论解释说万有引力其实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力啊 而是时空弯曲的表现而已 有质量的物体会使他周围的时空发生弯曲 在这个弯曲的时空里一切物体都自然而然的沿侧地线 也叫做短程线呢运动 表现出来就是像一块靠拢了 而牛顿也他老人家当时啊 之所以算不出来引力常数G的数值 主要啊是因为一般物体的这个质量啊太小了 它们之间的引力呢根本测量不出来 而宇宙当中的天体质量又太大 根本没有那么大的电子秤啊对吧 后来呢有个叫卡文迪许的科学家通过一个号称第六名的最美物理实验 这才精确的计算出来了引力常数G的数值 但实际上啊我们自己在家也可以简易的复制出这个号称第六名的最美物理实验 虽然没办法精确的计算出引力常数的数值 但是呢用来证明任何两个有质量的物体 它们之间呢都存在万有引力 这还是说说有余的 首先我是做了这么一个装置 两个空的瓶子装满了液体 掉在一根棍子上面 然后呢让它们悬浮在这个玻璃的罩子里面 这个玻璃罩的目的啊主要是为了防风防一些轻微的扰乱 因为卡文迪许的这个实验呢对外部因素要求非常非常严格 我们在家里面呢我只能做到这样子了 其次呢我是选择了两个酒瓶子放到里面 我不太爱喝酒啊但是呢我实在是找不到别的可以替代的物品了 哦对了还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这个 要放一个表 然后把这个罩子给放进去 牛顿牛觉得他老人家告诉我们说啊 任何两个有质量的物体它们之间都存在引力 如果他没有骗我们的话啊 那么这个装了水的瓶子在静置一段时间之后 它会自动的向这个酒瓶子靠近 就像这样子 我呢为了方便拍摄为了做这个实验呢 我会把这个缝隙呢做的事先调整的非常非常小 因为我们知道万有引力和质量是成正比的 质量越大它的之间的引力会越大 我没办法我只能用这两个瓶子了 所以说呢我事先的把这个距离调的非常非常小 但是呢不挨着 也否则的话呢这个实验周期可能会非常非常长 可能会有好几天的时间 所以说呢我会从不同的角度架设摄像机来观察这个实验 看看牛顿他老人家到底有没有骗我们 走起 酒瓶子每个大约不到400克 悬浮的装了水的瓶子呢 每个大约不到100克 画面中左边是我用相机拍的缝隙 瓶子稳定之后啊 大约有一毫米的缝隙 但是呢因为距离很近啊 相机无法做到微距的对焦 所以看上去瓶子是模糊的 但是不影响观察啊 右边是我在高处架起来的相机 用来观察整个罩子的情况 里面的钟表显示整个实验的用时 两个相机我都是采用的间隔一秒的延时拍摄 可以看到在完全稳定之后呢 装水的瓶子是在一点一点非常缓慢的向酒瓶子靠拢的 最终在引力的作用下 两个瓶子经过大约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之后呢 完全碰在了一起 如果你没有看他明白的话 我把视频加速一下 你就会明白 牛顿牛绝也他老人家啊 真的没有骗我们 吃饭 我突然想起一句台词 当时那把剑离我的喉咙只有0.01公分 我们姑且按照紫霞仙子100斤的体重 是尊宝按照130斤的体重 他们俩的距离按照一米去算 然后套进网友引力公式里面 假设说紫霞仙子是悬浮在空中的 那么你觉得多久之后 紫霞仙子会因为引力而再靠近至尊宝0.01公分呢 一如既往 我是亚桑 一个把知识从冰箱里拿出来的男人